問一下小平議員 那這一次的選情 真的變成這樣嗎 選情都不改變就一定輸 其實幾句話就講清楚 他就有可能贏 韓國瑜 可是他不肯做 第一個反送中 你就去香港一趟 要道歉說 我們真的要深援香港 等等 去香港是深援中聯辦 還是深援香港老百姓 深援民主派 民主派是第一個 還是深援警察 深援警察那個 應該把他開除 那國政顧問團那個教授 第二他昨天的國慶 他講一個重大的 你們注意有重大的轉折 他說我支持的是 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 這個再改 這就是進步 那第三個 他的鐵三角步出來 那前陣子我一直講 那個江啟臣 我不曉得 希望他找江啟臣 因為族群融合是重要的 找個台灣人的副手 然後他一定要拍朱立文的馬屁 朱立文經濟欄知識欄最多 以前前一陣子 一度他是他的副手的時候 這個民調拉到 從十幾拉到剩三嘛 對不對 然後現在啊 我覺得副手要找江啟臣 朱立文就一定要公開 影子那個 他就是行政院長 把國家交給他 這就是對朱的最重要的態度 這個鐵三角澄清的話 民調就會上揚 然後呢 也要對郭的召喚 你加了 韓國瑜 江啟臣 朱立文三個還不夠贏 會差一口氣 那超越那口氣 就是郭台銘 怎麼樣 你用什麼方法 讓郭台銘願意能夠能夠跟柯有一些分離 因為柯支持你是不可能 柯是根本不可能支持韓國瑜 絕無可能 然後 中華民國派有可能 看怎麼召喚 那怎麼召喚你要讓他心裡舒坦 我先談怎麼舒坦 就立委的佈局 那 那郭也不要衝動 不要每個區都推 郭推人要有正當性 選舉選輸是很殘酷 是傷 是很傷的 所以在國民黨落後區 落後民進黨的 然後讓給郭的人 在國民黨贏的地方 郭不要推人 那這樣會讓民進黨少十幾席 民進黨就不可能單獨過敗 因為郭台銘 郭都退黨了 郭都跟國民黨老死不相往來了 被你講成好像大家可以一起 我當然在韓國瑜這一議裡面 不要再提郭台銘生個字 我知道我當然知道 只談立委只是好的起步 不是就可以就過來 因為今天是一個 非常困難的任務 即使是 即使是這個 這個誇復追日 也要蒙著頭去幹 因為沒有郭的 因為你現在輸7%到14% 就算旺旺可能對他友善 做得差7% 可是郭有20% 你拿一半才有機會 而且這一半是來回 現在投 投菜還比較多 所以他一定要這樣做 最後一點我要講的是 這個吳敦義 辭主席吧 真的喔 當然 那韓國瑜要不要辭市長 可以考慮 好 我可以就狠一點 吳敦義辭主席 我辭市長 所以我看板這兩個 如果要拯救國民黨 兩個要一起辭職喔 是 朱小平好凶狠喔 就狠狠喔 我就拚了 我辭市長 那吳敦義辭主席 然後代理主席誰 朱立倫 這個選舉就有的看了 今天 難怪你被開除黨了 是不是 我講 講得好 講得好 你從沒有講的對不對 沒有你講的天方夜談 然後呢 現在F4都不輔選他 誰是F4 國民黨的F4 第一個叫馬英九 你現在輔選的要角 你操盤手是不是叫做吳敦義 那馬英九跟吳敦義不好 選主席的時候 馬英九是支持郝龍斌的 兩年半以前 第二個叫做朱立倫 你今天你找吳敦義去扶選 找朱立倫來 怎麼可能嗎 兩個仇那麼深對不對 初選就他搞掉了吳敦義 那找吳敦義是找鬼拿藥單嘛 第三叫侯友宜 你把吳敦義形容成鬼 然後又叫他辭職 你現在變吳敦義的海豚黑了 我是無黨籍沒關係 第四叫盧秀燕 初選的時候 吳敦義是支持江啟臣的 海龍市長初選 所以找吳敦義 F4很重要嘛 你今天吳敦義換掉 F4由朱立倫自己來操盤 他的代理主席的話 這個又願意 而且又敦請他 一定任命他當行政院院長 把國家大政交給他 國政差嘛 朱立倫強嘛 這個選舉就有得選了 照你這樣講幾乎不可能 所以剛剛佩芬姐講天方夜談嘛 所以要找一個康姆克伍斯出來 不可能任務 所以照這樣做方向是對的嘛 只是很困難嘛 不照這樣做他就不會贏吧 對 而且不但不會贏 照現在這樣的狀況 國民黨的立委選情 相對上是不大樂觀的 我完全福音黃暢夏 我的學長講的就45席 45席 45席怎麼算來的 45席很簡單嘛 就是你今天 不分區拿個12 13席吧 那你是不是還要差不多 30多席的區域 對 那總共73席啊 那你讓你什麼 原住民多拿幾個嘛 基本馬祖強一點 你思考一下 你要拿接近30席 27 8席的區域 對 那難度很高 你想想看 哪裡有得拿 台北市 三個重點嘛 你要破50嘛 第一個你台北市拿6席嘛 顯然沒有嘛 第二個你新北市 你要拿89席 顯然不可能嘛 新北市現在不容易 不容易 對 我說你的目標是50席的話 就是三個票差 你台北市的8席 跟桃園 對 8席要拿6席 台北市 新北12席你要拿8到9嘛 桃園6你要拿4嘛 難度太高了啦 所以40幾合理啦 黃岡現在估的合理啦 就是說40幾合理 因為他區域可能沒有那麼樂觀 那比較樂觀的是 金門馬祖跟原住民 國民黨從中國大陸的江山 退到台灣 那現在從這個島內核心 退到金門馬祖 因為國民黨非常尊重 少數民族 所以原住民會投國民黨 所以可是這個跟 這個2019年的地方縣市首長 很反差 地方縣市首長 國民黨拿到15個地盤 可是照你這樣算 區域要退守金門馬祖原住民 我們有歧視這幾個地方 地盤越來越小啦 但是越來越離島 是這樣子啊 越來越邊垂啦 對啊 是這樣 那何以不到一年 那那個變化如此之大 有幾個原因 就三句話就講清楚 第一句話就是 當時你惹惱了柯文哲 然後白粉 這個柯粉 我們叫白粉 誰 誰惹惱柯文哲 蔡英文啊 你非要推個姚文制裁 逼得姚文是辭職 雅文就是蔡英文逼的 就他一定要把柯文哲 弄死在台北市嘛 那如果像高嘉瑜這樣 對他比較友善 那柯粉 其實你就舒坦一點 那柯粉就怎麼樣 就很生氣 就投國民黨報復民進黨啊 因為你知道那一中間 那差了幾趴是很重要的嘛 柯粉全台灣至少25趴吧 你能腦的柯文哲 你可以把他幹掉 柯粉翻臉就投了 第二 就是你反送中你的態度嘛 第三你的國政 國政你的這個知識的淺薄嘛 那第四個你的生活紀律嘛 這幾個是 第五就是 吳敦英的操盤所的浮選 是失敗的嘛 所以這五個原因就造成 一年多就 就一年就反轉 就崩盤 只是如此而已 就崩得非常壞 是 好我們稍後再回來 我們就開始了 全民族的 有一個 我們在這裡 谢谢大家